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又飘起来了 那一年 侧兰从米拉波桥上跳下去 而又没有死 现在 她每过几天就批着一身厘青 从我的面前跑过 那一年 我十三岁 上初一 就在去公社参加批斗会的楼上 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在漆黑的山路上看见了 那一阵阵流星雨 那一年 我学会了插秧 而我的喉咙开始发扬 我想说话 不 我想唱歌 不 我想呼喊 也不 我陷在一场永恒的雪里 那一年 一个少年成为一个诗人 可以了 嗨 我们王嘉欣 I'm Chinese poet 田园市 如果你在京郊的乡村路上漫游 你会经常遇见洋渠 它们在田野中散开 像不化的雪 像喷胀的 散开的花朵 或是缩成一团穿过公路 被吆喝着 滚下 尘土飞扬的沟渠 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它们 直到有一次我开车 开到一个卡车的后面 在一个飘雪的下午 这一次 我看清了它们的眼睛 而它们也在上面看着我 那样温凉 那样安静 像是全然不知 它们将被带到什么地方 对于我的到来 甚至怀有几分孩子似的好奇 我放慢了车数 我看着它们消失在越来越大的雪花中 嗨 你好 我是王嘉欣 I'm 王嘉欣 I'm Chinese poet 田园市 如果你在京郊的乡村路上漫游 你会经常遇见羊群 它们在田野中散开 像不化的雪 像膨胀的 散开的花朵 或是缩成一团穿过公路 被吆喝着 滚下尘土飞扬的沟渠 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它们 直到有一次我开车 开到一辆卡车的后面 在一个飘雪的下午 这一次 我看清了它们的眼睛 而它们 也在上面看着我 那样温凉 那样安静 像是全然不知 它们将被带到什么地方 对于我的到来 甚至怀有 几分孩子似的好奇 我放慢了车数 我看着它们 消失在越来越大的雪花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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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